政府現證探討以高價無軌接運系統作為東九龍線的替代方案的可行性 以應對觀塘上坡地區居民的出行需要 初步的走線全長約4公里 由保達、京壽茂平、順安、順利、彩雲連接港鐵彩虹站 預計在2023年上半年完成有關的技術可行性研究 並公佈項目的未來路向 包括初步的時間表和推展安排 而建的高價無軌接運系統會在專屬的高價車道上行走 與行人和車輛完全分隔 不受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及彩虹交互處的交通所影響 由保達到彩虹東的車程時間大約十多分鐘 方便乘客前往港鐵彩虹站轉成觀塘線 另一方面由於不需要興建深塵隧道、路軌和架空電纜等 而機電支援系統亦相對簡單 故此高價無軌接運系統 預期會較重型鐵路模式 更具成本效益 而施工時間亦會相對較短 而機電支援系統 在機電支援系統 在機電支援系統